大家好,我是小曼 我是小佳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 中午过来在这买点菜 今天休息半天 然后叫我爸过来一块车饭 买头鱼去买点虾 来到农贸市场 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 接种了还有礼品 有礼物 这是这附近最近的一个城东村吗 五一假期出来摆套的人还不少呢 这有一家宝鸡擀面瓶买一份 买你可以吃 我要吃 要一份就行了吧 你不吃的话 你看这一块 一块 要一块 五一块 他们 准备一个 多点一块 两块 每一块 每一块 五块 四块 五块 五块 四块 五块 五块 35 不过挺大的 要不给儿子买一个这个蓝莓 我现在这代价太高了 拿一盒蓝莓吧 你要是再吃拿一盒拿一盒 最近樱桃还没有彻底成熟 早期的这肯定特别贵 白鲁园樱桃成熟的时候 最便宜的时候才8块10块 是吧 一斤 这种地摊的东西还比较便宜的 超市便宜 好多电房没看完 网店的冲击对实体还是挺大的 卖衣服的反正看好多都是要转让的 他躲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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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 要一斤 要不要一斤 鲁鱼长呗 总共73 虾是46 鲁鱼是27 这个不用切 掰一下效果最好 干扁的豆角吗 嗯 你买的鱼还有香 你来摸一下 现在做个清蒸鲁鱼 这个鱼还挺大的 生姜盐一抹倒点料酒 直接蒸碗了 我妈呀我亲亲呀都不喜欢吃 因为 鱼鱼刺 也很麻烦 直接上过章 看到你了 五十块就买了鱼小盘鱼 这都拿数来不到20个碗 来点海鲜的还是贵的 鱼好了 蒸成那样子 我给人露一手 我给人露一手做一个干扁豆角 哎 生姜 辣椒 这个一定要炒干 油太少了 烧焦了 再来点酱油就少 嗯 辣椒油 感觉今天做的特别丰盛 干扁豆角 擀面皮 这是蒜苔炒肉 清蒸鲁鱼鱼 然后改了日子还买了一个 虾 虾 好吃吧 嗯 这是擀面皮 跟那个米皮还不太一样 好久没吃这个擀面皮了 这是宝鸡的特色 尝一下 嗯 嗯 擀面皮比较筋道了 嗯 米皮是软的 我一样吃的 嗯 妈教你过虾什么样 把皮上一介绍 你在幼儿园的时候不是吃过虾呀 对呀老师给我剥的呀 你现在吃虾的都不会剥虾 尝尝这个醋水 这是醋水的 对 对 吃吧 嗯 给你盛口鱼 嗯 嗯 尝一下这个干面豆腋 味道还可以 群里面邻居 不是有的想回老家 嗯 就放假前一天也是排大肠队做核酸 对 我看现在好像降价了8块钱一个 嗯 怀少内的话也需要核酸 嗯 好吃吗 嗯 好吃吗 吃个米饭 米饭 都不辣了 看下学校老师还发的 就尽量 非必要不离是吗 嗯 发了这个 所有离省返回的老师家长学生都要在家 嗯 居家健康监测一周 然后返校的时候还要吃48小时核酸 看你了 哦 爸爸 嗯 那我们明天出去 嗯 然后下时 嗯 不 我们回来不会也要隔离一周吗 不会啊 我们就在附近了 不太远 又不出西洋室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期见 拜拜